達入10月份 新一季青少年聯賽正式展開 而太陽國際體育會 屬下的太陽飛馬青年軍 亦開始迎接新挑戰 經過暑假期間的招募和選拔 今年加入太陽飛馬青年軍的人數 比往年大幅提升 而梯隊的數目亦增加到7隊 新球季、新氣象 教練希望這班太陽小將 可以好好享受足球之餘 亦可以帶更多的生氣 去到香港的足球圈 今年就是新一季 太陽飛馬 我們體育會 亦有這麼多的組別 參加我們青少年的比賽 我們期望所有的小朋友 是很健康成長 我們除了要求他們的技術 各樣體能有進步之外 我們都希望我們可以 維繫到他們的對我們球會 對足球的熱情 和大家的紀律 都希望可以進一步 亦希望帶更多的生氣 去球圈 不用再是以前那些 踢完就算了 就這樣踢球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做好些 用心思去發展一下足球 青少年聯賽 在上星期進行首輪賽事 而太陽飛馬U14 就在這一天 來到跑馬地球場出戰 對手就是黃大仙 無論整體的實力和合作性 都在對手之上 太陽飛馬很快就已經脫得上風 而且有觀眾為首先打開紀錄 領先上半場 下半場太陽飛馬 仍然壓住黃大仙 後衛周卓卿 射入中距離佛球 就奠定2比0的勝局 打響球炮 好 今天對黃大仙 我們贏了2比0 那些球員的發揮是不錯的 但是信心方面可以再加強一點 還有我們在進攻上面 是要再加強地訓練 接下來這一年U14的目標 我們都是現在小組賽 抽到條籤是比較好的 我們的目標也是 守名出線 就是拿到出線的機會